我觉得双打其实在士林赛我跟曼玉也半年赛打过 其实确实对于对手我们还是非常尊敬吧 其实包括其实宁夏连长已经50多岁了吧 但我觉得更多的困难准备 我觉得我跟曼玉还是要做好吧 其实因为我单打完了连接的很快吧 所以我觉得像双打我觉得我跟曼玉现在已经够 就是说达到一种默契的程度了吧 而且其实实力我觉得也越来比之前两年配合也越来越提高了很多 所以希望面对接下来的决赛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也是互相相信同伴 也希望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双打的下一轮我觉得也是对一层造甜吧 其实我觉得也算交手的次数不多 但我觉得也算老对手了吧 其实也在两届士林赛的决赛上都打过 我希望其实确实他们两个的配合风格 包括互相就是同伴的风格 我觉得都是还有很有特点的吧 两个人 其实我觉得我跟曼玉还是希望能够在决赛前 我觉得还是困难准备要做充分吧 因为到决赛了 还有就是希望我们两个还是全力以赴去拼吧 因为夏天今天打了三场 就是还打了一个决赛 就是在怎么兼顾这个三项比赛 同时在一天打三场的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当中 你是怎么平衡 怎么去训练 怎么调节 我觉得其实之前在市井赛上也是一天打过四场 其实对于强度来说 自己包括在风部训练中或者储备体能方面 其实自己还是对于身体的重视程度 我觉得还是很高的吧 因为三项来说确实一天时间首先很密集 而且项目不一样 然后需要沟通的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身体方面 我觉得还是目前保持得不错吧 首先从女单这场比赛开始说起 我觉得其实确实今天一天三场比赛吧 其实我觉得面对今天的经历方面 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错吧 其实昨天晚上 其实在睡觉前也在想 今天会是很艰难的一天吧 因为女单队早上解 然后混双今天晚上还是决赛 其实我觉得从单打方面来说 还是更多的立足于去拼吧 我觉得因为跟早姐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说结果很重要吧 其实我希望自己过程能让自己看到自己的进步吧 因为我觉得 其实现在跟早姐交手一次 我还是很珍惜的吧 所以说我感觉今天在场上整个的困难准备 包括激战术的发挥 其实整场比赛 我觉得还都是在自己掌握的范围之内 怎么准备下一轮呢 下一场 我觉得明天吧 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 其实跟早田打 我觉得其实也在前不久也是在新加坡 WT事业杯的总决赛刚交手过吧 但我觉得确实这一年来说 我觉得早田的进步其实还是很大的吧 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把心态放好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年轻段运动员吧 也都是年轻运动员 我希望自己在场上更多的还是展现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